陈晨 陈晨 我跟Jeffrey在商场里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活动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主人公小姐姐 小姐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 我昨天听你们广播了 我超喜欢你 是吗 谢谢 喜欢我们的广播 每次都听 我听的 我每次都听的 娜姐 这个小姐姐 她有一些很好的故事 就交给你来解决 比较OK的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小烦恼 你跟我说 就是 我现在是刚工作半年 我就是 其实工作也没有很稳定下来 租房租的钱 就是水电啊什么这些扣一扣 其实也没剩什么嘛 但是马上要过年了 家里头有很多那种 年纪很小的弟弟妹妹 其实我们按理说 是应该发压岁钱的嘛 不可能跟我爸妈要钱 你是不是怕你的压岁钱 不够发给弟弟妹妹啊 对 就是我 现在我不可能跟爸妈要这个钱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这样做 因为压岁钱其实就是一个意义 中国的一个习俗 所以我觉得 虽然钱可以少一点 你把钱都换成那个新票子 因为小孩子拿到新的钱都会开心 然后你再讲 就这样讲说姐姐会努力工作的 嗯 因为过年就是大家团聚 然后发红包也是只是一个行事 你紧就不要因为这个军女行事 而忘掉了 其实团聚才是最美妙的 最开心的事情 好不好 嗯 好 祝你新年快乐 哦 谢谢娜姐 爱你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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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